9月7号 作家王硕女儿王密宇 画家朱建新儿子朱沙 在北京一家法国餐厅举办婚礼 文二代门当户对的婚事 俨然成了演艺圈和文化圈的大盛会 画家陈丹青 作家刘振云 导演冯小刚 赵宝刚 演员黄爵等席数到场 冯小刚则亲自上台 为两位新人主持交换婚戒 更要求两人积稳五秒 让一对新人害羞不已 争唱婚礼持续两个小时左右 简单温馨却不是浪漫 据悉婚礼为稀释风格 仪式在露天草坪举行白色调为主 新娘也是一席白色抹胸婚纱 娇俏可人 有意思的是王硕嫁女儿大腕云集 但其本人却未出现在现场 估计是怕感情不受控制 破了玩主的功吧 对此王硕的好友陈丹青解释道 我知道王硕为什么不来 因为他绝对控制不住 别看外面怎么冥完 但是他内心脆弱得很 今天他来了会哭得稀里哗啦 这是老一代叛逆者 摇滚客 愤青激进分子 文匹画匹变为善良父亲的时刻 是他们砍杀一生 佛前滚安下马的时刻